警方近年来破获的涉恐案件显示 在中国发生的暴力恐怖案件中 涉案人员几乎无一例外 均观看收听过 宣扬煽动暴力恐怖的恐怖音视频 可以说 中国境内发生的暴恐事件 都与东一运 以及其发布的恐怖音视频 有直接关联 是暴力恐怖事件的重要诱因 凡是参与了东突恐怖犯罪的 他一定是观看 或者是接受了这些境外 或者境内制作的这些煽动恐怖的 煽动民族分裂的 以及鼓动极端宗教圣战的这些的光盘 我们看了一些视频 这些视频里说 我们要进行圣战或迁徙到宗教自由的地方 我们从2013年开始看这些视频 有的时候三四个人 有的时候七八个人一起看 看了多次 我还把这些视频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 看了这些视频以后会感到热血沸腾 推胜战越来越渴望 这个626团伙这个骨干 他通过家里的这个互联网 把这个东一运 无一运这个宣扬圣战的视频 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 在日常中 他们拉拢这样的成员 加入这个组织 在一起聚集的时候 通过手机播放这个视频音频 让他们慢慢逐渐产生这个宗教阶段的思想 除了看书 看光碟 听乌斯曼的 没有其他人灌输过这个思想 暴力恐怖思想 主要来自于书籍 光碟和乌斯曼 通过下载境外恐怖音视频 通过团伙之间进行观看 寻找共同的这样思想的人员 形成一个团伙 从而实施了这个暴空犯罪活动 这些恐怖音视频基本在中国境外之作 在土耳其等国上传到国际互联网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东医运 在某国际知名视频分享网站上 发布的恐怖视频 这是在宣扬宗教极端思想 鼓动圣战 暴力恐怖分子无耻地宣称 圣战殉教进天堂的荒唐谬论 完全背离了伊斯兰教的根本精神 是对伊斯兰教的恶意利用和蓄意亵渎 更是对人类文明共同伦理价值的公然挑衅 极端分子将极具煽动性的信息传到网上 这些煽动信息常常是他们所描述的 穆斯林如何经历死亡 毁灭等坏事情 这些信息在真正招募恐怖分子方面 不会起多大作用 但是在使人们更加极端化方面的作用 是很大的 认为互联网应该有绝对的自由的想法是错误的 虽然网络不是恐怖事件的根本由因 但却是传播极端主义思想的重要手段 传播极端主义思想的